我自己是不會啦 因為我覺得台灣的年輕人也都很好 就是在這個環境下 我們都也都生活得很好 該有什麼都有 所以我覺得台灣的不管是生活啊 生活機制或者是環境都很好 就不用特別去羨慕別人 不太會 因為我覺得他們在每個省份 都要表現特別突出 然後才能成為佼佼者 然後他們很多父母親都對他們要求很多 因為想要讓他們補習很多才藝啊 然後讀很多書 讓自己小孩很有成就 讀完書之後又要有很好的工作 有很好的家庭什麼的 就是會被束縛住 我覺得大陸沒有台灣這麼的自由開放 沒有辦法想要選擇自己想要的東西 很容易被限制住 或者是民風也好 都是比較保守一點 我很羨慕大陸 因為我覺得那裡的美食很好吃 例如螺絲粉 酸辣粉之類的 我是覺得各有各的好 就是台灣長期住在這邊 親身體會台灣的好 我是覺得還蠻喜歡台灣的 然後大陸的話是 我前陣子有看一些宮廷區之類的 然後感覺都是歷史上的一些很厲害的東西 是蠻想要去看一眼這樣啦 但是我覺得兩邊都是有兩邊的好的這樣 我不會因為我覺得台灣的環境我覺得蠻好的 就是我覺得大陸言論方面我覺得蠻不自由的 而且我覺得他們人口過於太集中了 就是會變成有點太有壓力之類的 我不會羨慕大陸是因為雖然說他們有些省份 他們的經濟還有交通非常的方便 但是他們是相較之下一些比較落後 比較偏遠的一些省份 他們就沒有那麼的發達 可是在台灣的話 就是其實成相差就沒有那麼的大 而且大家的經濟水平也不會相差的那麼誇張 我覺得還好 因為我覺得台灣人比較熱情吧 然後可是在大陸就沒那麼自由 我現在去大陸就有些城市還要翻牆才可以那個 有壓力吧我會不知道 還好 因為我覺得台灣也很棒 像台灣的交通很方便 或者是就不會被管很多 就還蠻自由的 我不會 因為我覺得台灣的環境比較舒服 然後如果是大陸的話 他們的生活壓力可能有點太大了 雖然說我們看他們的綜藝 感覺現在都很快樂過得很好 但是我覺得他們那種競爭的壓力啊 或是人口的壓力 或是社會的壓力 而且還沒有那麼多的言論自由 我覺得不是很喜歡這樣子 我覺得如果以經濟上的話 目前我覺得台灣非常好 因為就是我們台灣的疫情管制得很好 然後而且像是我覺得 台灣很多發展的地方 不用去太羨慕那邊的經濟 好像很繁榮 只不過事實上在我們台灣就已經很好了 覺得別人我不知道 但是我們都不會啊 對 因為台灣人的話 台灣在台灣的自由上比較 限制沒有這麼大 網路上也比較可以自由的使用 要沒有那麼多的限制 語言上也沒有什麼的限制 而且台灣的男生女生都這麼好看 為什麼還要去大陸呢 會 因為他們男生的眼睛很好看 我很喜歡單眼皮 然後大陸單眼皮蠻多的 我覺得多多少少會 對 但是大部分的年輕一代的人 還是會覺得他們比較嚮往自由 競爭力吧 比較高 比較強一點 對 其他都還好 大陸的零食很好吃 我覺得很好吃 用口味的 我很喜歡 畫面 嘗 我喜歡 我喜歡 幫我 你喜歡 你愛 你愛 我喜歡 我喜歡 你愛 我們愛